刘伯温尴尬极了 给老板提建议 刚说完第一条 现场就有人要拿刀砍他 可更尴尬的是 眼瞅着众人围攻自己 朱元璋不仅一句话不讲 还咬牙切齿 极力克制地盯着他 刘伯温感觉到了 朱元璋的内心OS 今儿是怎么了 兄弟们为何一起发难啊 不过这刘伯温呢 说话也太过分了 在你刘伯温眼里 义军都是打家劫舍的毛贼 都是想争当皇帝的萧雄 都是天下的祸害 你骂就算了 还把我带进去 瞧把你能的 跟个二五八万似的 刘伯温啊 毕竟机敏过人 哎 沉默就是暧昧 暧昧就是偏袒 拉倒分手吧 大帅 在下告辞了 刘伯温刚走出大殿 一直没帮腔的李善长 这会儿却后道起来 王兄长 王兄请求过 李善长一边在劝说 一边还不忘凡尔赛 自己的交际能力 这些个五夫粗汉的 就这个尿性 我刚来的时候啊 还有个人浇了我一头马尿 后来你猜这货怎么着 刘伯温不是没感受到李善长胜利者的姿态 焦马尿这事呢 似乎也在寒沙摄影 他和刘伯温的旧怨 沉长胜 靠近是你不如 待人处事 我不如你 哼 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你哥背后搞的我 果然啊 刘伯温转身一走 李善长小胡子一缕 脸上的得意和复仇的快感 终于藏不住了 心灰意冷的刘伯温 准备去李贤馆 打包行李回清田 可刚到门口呢 朱元璋就已经厚在那了 刘伯温看得明白 朱老板的挽留 注定很苍白 毕竟几乎所有的武将 都莫名的跟他结了院 朱老板是不会 也不可能为了他刘伯温 去得罪将士们 但他必须告诉朱元璋 陈有亮 依然是十分可怕的 我话料这儿 你不削他 他就削你 而且他绝不会满足于称王 他会抢在你前面称帝 刘伯温骑上毛驴 正要离去 朱元璋啊 又飞马前来挽留 结果呢 刘伯温又想起一件骚操作 再下一位 这可激怒了朱元璋 你这个人说话是不是放屁啊 一会儿说义军向刘寇 实相实反 这会儿又让我归降朝廷 你是不是太没边了 俩人终究是不欢而散 刘伯温不知道 他今天的离去 就像一颗不愉快的种子 种在了朱元璋的心底 而朱元璋也不知道 打脸竟然来得如此之快